草莓乳酪蛋糕 我做甜點現在都喜歡加一點點的鹽 讓它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膩口 這道我就很想偷懶不要再開火了 怎麼了 所以我跟你說 就是我們123裡面有一個小編 他在就是這個月的時候會生日 那請師傅你可以幫我做個蛋糕 然後想要給他驚喜 沒有問題 我們做草莓生乳酪 給他一個小小的驚喜 好不好 這一題你都不要幫我講 因為我們的秘密都不要講 大家都知道 秘密好走 歡迎收看今天的賣個摧啊 我是師傅Max 那我們接下來呢 很簡單的 就是把餅乾 放到塑膠袋裡面 敲敲打打打碎它 這個是一個很適合在家做 而且不太需要開火的一個輕鬆蛋糕 所以今天做的是什麼樣的乳酪蛋糕 草莓乳酪蛋糕 然後把它打成餅乾粉 其實它如果說是自己吃的 還保留著些許碎粒 那我覺得它的口感其實也是好的 會幫我們的生乳酪 微微的加一點點分 少許的鹽巴 我做甜點現在都喜歡加一點點的鹽 讓它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膩口 然後這整組吃起來會微微的帶點點的鹽 會讓我們的甜度更加的跑出來 然後慢慢的再加入融化的奶油 把它放了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待會把它填在模子裡面了 就把細胞奶油的餅乾放下來 然後我們開始拿湯匙 慢慢的把它壓平 我在烤盤旁邊墊了個鋁箔紙喔 這樣待會我們脫模的時候也會比較好脫 好 我們就是把它敲到平整 因為這個是草莓 所以我們在裡面呢 擠一點草莓醬汁齁 那我們讓它冷藏變硬一下 就可以開始製作蛋糕體的部分啦 把牛奶放到碗裡 加上適量的檸檬皮先加一點齁 然後我們把它微波到60度 牛奶已經加到60度了齁 然後就慢慢的把我們的雞丁放下來 讓它融一下下 那微波的好處是它比較不會焦啊 這到我就很想偷懶 不要再開火了 把剩下來的檸檬皮屑拌下來 然後我們再緩慢的 加到我們的cream cheese裡面齁 當然如果你喜歡吃比較厚重一點點的 你可以適量的再把cream cheese 整個量再提高都沒有問題齁 待會呢再拌入我們的 打發的鮮奶油裡面 就把融化完的牛奶cream cheese 然後慢慢的拌下來齁 因為我們這組放了很多的雞丁齁齁 所以它會比較稀一點點 它吃起來的口感大概會像冰淇淋一樣 我們就放涼 然後待會就可以灌模 好來 接著我們就是緩慢的把它入模 如果喜歡吃甜一點點的 可以在這裡面再加少許的糖或者是蜂蜜齁 再來我們就把它放冰箱就可以囉 我們冷凍40分鐘之後呢 現在就取出來 然後我們再放上一點打發的鮮奶油 這個呢不用鋪平 待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刻意的去營造它一點點 做一點造型 對 我們用噴槍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是再沾一下下熱水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是再沾一下下熱水 用吹風器可以嗎 可以喔 好 來看一下下 哇 太美了吧 我們再來做個裝飾 大膽的把糖粉灑上來厚厚的一層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間的乳酪餡 我們今天沒有放糖的原因 因為我們最後的甜度會從上層的糖粉來喔 所以中間的內層的乳酪餡千萬不要太甜喔 這樣子 今天這個蛋糕就完成了 這樣子一個很簡單 水性的草莓蛋糕就完成啦 然後呢這個草莓蛋糕呢 是做什麼用的呢 是送給我們1月份的壽星的 來 玉瑄 給我嗎 當然啊 玉瑄 生日快樂 他要吹個蠟燭吧 嗯 對啦沒有蠟燭啦 我們後面有個竹台 欸 好啦喔 你委屈一點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竹台 好來 好 我們 象徵一下一下 來 吹蠟燭 哇 生日快樂 大家 祝我們的小編生日快樂 切蛋糕 可以等我們成品拍完 可以等成品拍完 好我們就先到這邊